中美关系缓和 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似乎的态度很不一样 我们很多次看到大老板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其实在公开的场合也说过 比如说他也说过关于中国武统台湾这件事 他说统一台湾是一个很正常的历史里程 另外马斯克最关心当然是特斯拉的生意 特斯拉的生意也是全靠在中国 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超级工厂 才可以让特斯拉能够量产 大量去生产他们的电动车 也在中国卖得相当不错 排第二位 第一位就给亚迪 但以前特斯拉曾经是第一位的 所以最近马斯克也亲自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就去了北京 接着就去了上海 其实那个行程大家都不太清楚 只不过记者努力去追查 擠牙膏式去看看马斯克去了哪里 即管大家看看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 首先都有一些图片流了出来 看看马斯克今次去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也很显而易见 最重要的是为了生意努力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现在特斯拉也是一个发展中的阶段 未来很多大计 很多大计和中国息息相关 首先在5月30日有一个新闻 就是昨天 爱媒报道 好了 马斯克就在坐他的私人飞机 看看他的私人飞机 就是这一只 这个私人飞机 就是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预计马斯克会去见中国政府的高层 昨天晚上也出了一只图片 我看到他已经和我们的外长秦刚会面了 至于会不会再和其他领导人会面呢 这个未知 可能都是擠牙膏式这样出的 大家可以再看 留意一下 今次马斯克坐的私人飞机来北京 就是三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可能是COVID 也可能是在疫情之下访问不了 也可能是中美关系一直在争吵 他也是被重就轻 但今次都没办法一定要来 因为真的有些大计 准备搞 马斯克降落了北京之后 外交部发言人无论了 中方一向欢迎包括马斯克先生 在内各个国家的工商界人士 访问中国 更好地了解中国 以及推进互利合作 最重要是互利合作 所以昨天下午三点 马斯克才是刚落 去北京 接着去哪里呢 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 一个叫做蟹岛度假区 一只蟹的蟹 原来蟹岛度假区就是很近 首都机场 所以他先去了第一站 这里就是特斯拉的 亚洲面积最大的交付中心 这个中心占地是1.2万平方米 在2021年9月落成 即是说中国出口 如果将制成的特斯拉的汽车出口 应该就会送到这个交付中心 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 一个叫做蟹岛的度假区 在那里扮手续 所以马斯克就先到这里 开了个会 之后就说 会去上海了 上海就是 因为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就是在上海 上海的超级工厂 会不会扩大产能 因为前一段时间 马斯克也提过 希望可以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扩大产能 那现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是在做 给大家看图 现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已经在做Model 3和Model Y 大家如果在香港的公路都会看到Model 3 续航有602km的千米 也挺远的 另外Model Y 就是续航有533km 也很远的 现在上海超级工厂主要是生产 Model 3和Model Y 这个工厂就在2019年开始生产 就是这个工厂 使得特斯拉整个公司突飞猛进 如果大家有留意电动车 比如说2019年之前 如果大家想买一个特斯拉电动车 应该会买Model S 这个就是Model S 你看到它的续航只有396km 就是短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买Model S 你可能也要等半年才有车 那时候也很有趣 有朋友跟我说 阿尚峰看一看Model S 特斯拉 他去看了 但是就 真的很棒 试车 很电子化 但可能要等半年才有车 而且车价也是很贵的 而且车价也是很贵的 就是说是八九十万以上 一架 那当时普通的车 可能私家车 2000cc都是在说40万 那样 哇 如果你买Model S 那你要八九十万以上 那是不是不吸引呢 而且当时就不是那么多地方可以充到电 所以我的朋友也有点猶疑 是不是买不买好呢 又要等半年 终于也有少量朋友是买了的 但是买完之后他就说 那好处是什么呢 原来你用了车之后 有些汤市可以买回给他 就当一个数目 来买下一款的新车 就是可能作为推降 那所以当时呢 特斯拉这个商业模式 我就想 咦 如果是这样 你卖一架车八九十万以上 甚至乎过百万 那你但是可以 用一两年之后 又是折扬一个价钱 给他 接着就买一架新Model 那你就变了 赚不了多少钱 因为你要回回 买下一架车的时候 变成折扣 那我就想这个Model 是否行不行呢 就是这样的形狱模式 那结果当时真的呢 特斯拉似乎真的 不是怎么赚到钱 不是怎么赚到钱之余呢 他的Model S 你又要 就算有客人买 你都要等很久 那就不是很成功了 那所以特斯拉就很聪明了 就是马斯克就立刻想到 就是说 这样搞不定了 你整天都 量产不了 那变成了 就立刻就去决定 这个在上海的超级工厂计划 那就是2019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股票的价格 就立刻是完全不同了 这个是过去的五年的股价走势图 在这里是一刹三的 但是不要 其实他的图表已经消化了 计算了一刹三的 那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其实就是 正正就是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上海工厂开始量产 大量生产 大量生产的 大量生产的是 就是可以 上海工厂 是生产几十万架 一年 好了 接着就 卖到车 又有人命令 你又交给人 最重要 接着又赚到钱 那你就看到了 这个股价图就是 这里是几何室 级数上升的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这里可能是 这里可能是二三十元 开始升到 三百元 然后再升到四百元 那其实如果你计一刹三 其实股价应该是升过 一千二元 因为一刹三之后 它就在图表反映了 那你最高看到 其实好像都是四百元 其实不是的 最高是过千 好了 那你当做一刹三 是测量了之后 就在图表反映了 那你当它最高是四百元 那现在今时今日 也还有二百元 但如果你跟2019年比 2019年是二三十元 那现在还有二百 那还是升了很多倍 那正正就是可以看到一个效用 就是当你有发展大计 而这个发展大计搬到上海的时候 那个中国的供应链 因为你建了一个车厂 你做一架车 你不只是这么简单 你说找一个地方 那地方 美国当然有 但问题是你建了一个厂之后 你要想一想你的零件 你的人手 如何配合呢 正正就是 上海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需要的零件 其实你可以在中国国内去采购 所以现在来说 特斯拉基本上 100%是国产化 就是零件 全部都在中国国内 已经可以买到 所以有能力 就是量产 大量生产 而今年 年报显示 今年一月到三月 特斯拉在全世界 汽车交付量 是422,875部 1,2,3 就是三个月 全世界42万部交付 就是平均每个月 大概是14万部 那你如果乘回12 14乘12 那就变成168万部 全年 很简单 14乘12 对 168万 是的 那现在原来是说 就是特斯拉 已经可以全世界 生产了这么多的车 嗯 当然上海的工厂 是超级工厂 是主要的 那美国它 它美国都有厂的 那全世界来说 是一年是168万部 那很夸张 那如果单单在中国市场呢 只在中国市场 就算是超级工厂 那就是今年1月到4月呢 特斯拉就交付了177,385部 那就是平均每个月大概是4万多部 那平均每个月4万多部 那一年是说到50万部 只是单单中国超级工厂 那就比去年同期呢 就同比呢 就增加了61% 嗯 那就出口方面呢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就出口了 1月到4月 出口了127,779部 应该 127,779万部 那就是上海超级工厂 除了可以供应中国本土销售 也都可以同时间呢 是有余额呢 是可以出口的 嗯 所以可以看到呢 就是 马斯克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呢 实在呢 上海超级工厂 是对于它生产Model S 和Model Y呢 实在太重要了 还有呢 特斯拉 嗯 将会在这个超级工厂 如果真的增加了 生产的设施 即是扩产 那会生产下一步了 下一步是什么 Model 2 Model 2呢 极有可能是特斯拉 最小和最便宜的Tesla 那现在讲的呢 如果上海超级工厂 可以量产Model 2 就是可以扩大了厂房 生产Model 2 Model 2可能会在中国大卖 以量去薄利多销 可能就是特斯拉 或者是马斯克他心中的想法 如何可以和这个比亚迪争 那如果特斯拉 Model 2出来呢 是说几千了 15万人民币 15万人民币 就有机会在国内买到 那这个呢 你就会想 那么便宜就买到电动车 还有呢 是会大量生产 那到时呢 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就会是一个 白热化的竞争 那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 中国都会考虑 我给不给你在上海 扩产呢 大量推出Model 2呢 因为国内 现在都有 譬如说 很多的电动车 生产商 那 譬如是比较新的 譬如说 很激烈 那有些车厂 其实一直都在虚钱 那特别是新的那几间 新世代那几间 比亚迪是赚钱的 新世代那几间 其实都是在虚钱 那阿爷就会想 如果我给你特斯拉 去量产Model 2 那你就再打压那些新世代 新能源汽车新世代 那他们的生存空间 是不是又进一步收窄呢 除了新世代之外 传统生产 这个燃料车的生产商 譬如丰田 大宗电器 宝马 Benz 日产 那些全部都已经开始 或者是国内的生产商 长城 吉里那些 全部都开始是生产电动车 已经开始转型了 那你可以看到 百花齐放 到时竞争 相信会非常激烈 所以呢 这次阿玛斯克去 其实都是 着重 想一想 究竟有没有办法 真的被他抗产 在上海 那还有呢 就是 第二 有些分析就是 第二件事 就是阿玛斯克想 有进展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 那他现在的想法就是 希望特斯拉的技术呢 可以在中国呢 将这个 FSD的先进技术 落地 那如果FSD完全自动驾驶 可以在中国首先落实呢 那相信对特斯拉的销售呢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那预计呢 那预计呢 就是可以争取到很大的市场份额 那 那 就 当然啦 这个FSD 这个 自动 完全自动驾驶 这个装置呢 可能呢 额外需要 六万多人民币 就是 你买一辆特斯拉的电动车 可以 你想说要完全自动驾驶呢 起码加多六万多 那才可以 但是特斯拉是想推这件事 如果推广了的话 随时特斯拉的股票又会大升 也不顶 其实 昨晚也升上去200元了 因为之前下跌过去 近100元那头的 很夸张 现在是一直上升 接近一倍 那 那 好了 第三件事 刚才我所说 除了生产Model Y Model S 就是想生产Model 2 那 他的目标就是 抗产到 抗充到 每年生产200万部 那 这个也是 特斯拉今次去的 几个这样的方案 那 总结来说 总结来说 就是 特斯拉 就是马斯克 特斯拉老板 马斯克今次去中国访问 其实都相当重要 也都显示到 就是说 美国很多的企业家 其实 都是做生意最重要的 那 也都是很老实 就是 他的行动 就是代表了一切 那 美国的政府 两党争论 继续是做政治表演 但是美国企业家 很多都不理你了 英国已经是这样了 不要说美国了 那美国很多企业家 已经是 用实际行动 表明他真的很想在中国发展的业务 是不是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续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